老婆孩子在天堂,她在人间娶二房 7月21日有网友偶遇林申斌 视频中林申斌带着一名打扮时尚的女子一起逛市场 偶遇网友表示和林申斌一起的女子疑似她的二婚老婆 网友还透露两人全身穿搭都是名牌服饰 两人都戴着帽子,林申斌还戴着墨镜 应该是担心被人认出来 今年6月份林申斌家发生火灾的房子被出售 网传卖了2360万,比正常房源低很多 这套房子购买时的售价为2376万左右 可以说是亏本大甩卖 至于是林申斌卖出去的 还是前期朱小珍家人售出的便不得而知 2017年火灾发生后 林申斌取名老婆孩子在天堂 开始活跃在网络平台 拥有一大批心疼她的粉丝后 林申斌开启了直播带货 事业蒸蒸日上 然而没多久 林申斌就被爆出有了新婚和孩子 顶不住压力的她承认再婚身子 激怒了无数网友 林申斌的人设彻底崩塌 被许多网友追着骂 曾经顶着老婆孩子在天堂的名字 博同情 没想到一转身就投入新婚的温柔相利 也难怪网友们会如此痛恨她